當凱特出現的時候 他是每天晚上大吼大嬌 亂摔東西 亂搭東西的 主人格就很像昏迷一樣 就完全沒有意識去阻止凱特這樣子 那曾經諮商是有說過 宇辰主人格他之所以可以一路走到現在來給他諮商 他裡面的力量來自於凱特 因為其實小時候宇辰主人格有聽到凱特的聲音 可是他害怕 潛意識就會直接壓下去 但是毛毛知道 所以基本上凱特應該算是第二人格才對 凱特跟毛毛就是好朋友這樣子 就是毛毛主動跟凱特交朋友 因為那時候 主人格沒有辦法跟凱特溝通 當凱特出現的時候 他是每天晚上大吼大嬌 亂摔東西 亂搭東西的 主人格就很像昏迷一樣 就完全沒有意識去阻止凱特這樣子 寫一個將軍 但是凱特他在秦朝的意思 因為這個地方就是曾經主人格遺產過的地方 所以凱特的東西 因為主人格欠凱特 然後所以主人格是不會亂碰凱特的東西的 這一邊呢是 這也是凱特設計的 就是凱特很有設計的天分 但是他沒有學過畫畫 這是一個九個人的臉孔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清楚 九個側臉 然後後面 雖然主人格有掉眼淚 有掉眼淚 有掉眼淚 但是後面有所有人格守護者 那 每個人格喜歡的顏色也都呈現在上面這樣子 他的翅膀是熟 然後叼著一根煙 然後煙上面形成了高音符 主人格是彈琴的 然後凱特基本上是拿兩把劍的 這都是凱特設計的 他拿給刺青師這樣子 對 他其實忘了很多啦 不是只有這個 但刺青師一看到這個就覺得很好 完全凱特是沒有痛絕 所以刺青不會痛 對他來說 巴雅也會痛 有痛會痛的 我就會叫凱特出來 阿衝突大概就只有我跟盧卡斯吧 不是真的有衝突啦 就是因為他完全聽不懂日文 因為盧卡斯他曾經用英文 嘲笑過我小以前 所以 日文人的至尊 所以 我就跟他 可惡啊 你臭噗噗噗噗噗噗噗 這樣子 所以也不是真的有衝突啦 就是 因為他只會講英文嘛 他就 阿他聽不懂我講的日語 然後他就講說 Blue behind the yellow star 他意思是說 我在他後面的意思 但是盧卡斯他又很特別 就是 他出來的時候 這副身體會沒有焦慮感 因為基本上 我們每個人格都是無性別這樣子 凱特他是比較屬於 比較man那樣子 因為畢竟他在情潮就是男生 那若士特也是男生 在情潮的時候 但是在宇辰主人格身上 就是所有人格都是無性別 這源自於因為小時候 呃 宇辰主人格那時候問毛毛說 你是公的還是母的 毛毛回答說 無性別 然後宇辰主人格小時候聽不懂 齁 那一直到了長大 那現在LGBT SQQ多元性別的時代 所以 就是我們就是沒有性別 只是因為我小宇辰的聲音 比較柔性這樣子 齁 那其他 像妮可妮兒的聲音 就很像主人格宇辰 Vivian他還是分辨的出來 齁 就是 那個腔調什麼的 還是會有差別這樣 所以 因為 我 在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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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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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